用诗歌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 刚才诗班都用诗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当年第一次听到耶稣降生的信息 当年第一次听到耶稣降生的信息 记录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到十七节 记录在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们一起读 在伯利恒的郊外 有一些牧人在夜间康守阳群 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招着他们 他们就非常怕 天使说不要怕 看啊我报给你们大使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今天在家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 包着布 过在马巢里 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堆天兵 同那天使一起赞美神说 在知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那些牧人彼此说 我们往国里横去 看看主所指示我们已成就的事 他们急忙去了 找到马尼亚 找到马尼亚的室 找到马尼亚的室 找到马尾亚的婴孩 可能这个是对我们一些人 耳熟能详的故事 可能这个故事是 耳熟能长的故事了 也可能今天你第一次听到 耶稣降生的事情 我也不在这里多说 我只想要讲三件的事情 我在这里不多说 只是讲三件事情 第一 这个是我们意想不到 神进入我们的世界 第二 他这样的进入 为了是回应我们的软弱 他这样来到我们当中 是回应我们的软弱 第三 他给我们一个 艰苦人生的意义的答案 他给我们艰苦人生 一个意义和答案 第四 我盼望我们能够知道 在无法确定之下 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决定的 希望我们知道 在无法确定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决定 天使对这些人说 看啊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 握在马巢里 那就是记号了 天使对那些人说 看啊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 包着布 握在马巢里 那就是记号了 这是神告诉人的一个信息 这个是神告诉人的一个信息 这是一个福音的信息 这个信息是说 神已经猜浅一个救主 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信息说到 神已经猜浅一个救主来到世上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就是救主呢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就是救主呢 他说你们去找 在马巢里面 看到一个婴孩 他说你们去找 在马巢里面 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包着布 那就是记号了 那个就是记号 你觉得这个奇怪吗 你觉不觉得很奇怪 怎么神 拯救世界的救主 竟然是一个婴孩 为什么神拯救世界的救主 竟然是一个婴孩 而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呢 而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而且他是握在马巢里面 而且是我在马巢里面 他不是住在王宫里面的吗 不是应该住在王宫里面的吗 他只是包着布 而且是包着布而已 不是穿着龙袍吗 不应该穿龙袍吗 你会觉得这个奇怪吗 你觉不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神已经搞错了 是不是神已经搞错了 是不是神在 让这个 他自己的儿子 进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 是不是神叫自己的儿子 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这样登上舞台的方法 他这样登上舞台的方法 竟然是用一个包着布的婴孩 握在马巢里的方法 竟然是用一个包着布的婴孩 在一个马巢里面 这个方法 你觉得 是不是神已经写错了一个剧本呢 是不是觉得神将剧本写错了 是不是神搞错了 是不是神搞错了 我们今天所盼望的是一个大而有力的勇士 我们现在盼望的是大而有力的勇士 是给我们 他是给我们 看到的是一个 满有能力的一个人 他要给我们看到一个满有能力的人 今天我早上来教会的时候 我听电台上面的一个节目 今早我来教会的时候 听到电台的一个节目 他们评论昨天晚上 民主党的辩论 他们在那评论 昨晚民主党的辩论 然后请了两个人来说 如何来辩论 请了两个人来说 怎样辩论 里面的讨论就是 怎么样在辩论台上 你要给人 显示出来的是一个 强而有力的一个人 如果在一场 简单的辩论的里面 尚且需要表现 自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 也要表现出自己 强而有力 耶稣基督是神 猜浅的救主 到这个世界来 竟然是一个 卧在马槽里 包着布的婴孩吗 耶稣基督是受神 猜浅来世的救主 为什么会是 包在布里面的婴孩 他这样的做法 有几个原因 他这样做 是有几个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 就是说 他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 来到我们中间 却不表示 他并没有这样的能力 跟这样的智慧 他以这样的身份 这样的形式来到 这个世上 不代表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在主前七百年的时候 以赛亚书已经这样的预言 在主前七百年 以赛亚书已经有这样的预言 因为有一个婴孩 为我们而生 因为这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 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 这个婴孩跟儿子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这个婴孩这个儿子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其实是奇妙的测试 他是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永恒的父 永恒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西伯来书里面讲 希伯来书里面讲 神这样的一个进入人生的舞台 神这样进入人生的舞台 是因为他需要跟我们来认同 因为他要跟我们有所认同 他不要显示出他只是一个大而有利的勇士 他不要显出自己是大而有利的勇士 他对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 他对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 他对所有的困难都有解决的办法 他对所有的困难都有解决的方法 可是他要向一面静止 但是他就相对他要静止 静止 他好像一面静止来回应我们的软弱 他好像一块镜子那样去回应我们的软弱 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讲 每一个大祭司 每一个大祭司 耶稣是祭司 耶稣是祭司 耶稣是代表我们在神的面前 为我们来祷告的祭司 耶稣是代表我们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的祭司 他为我们献上他自己来拯救我们的祭司 每一个大祭司都是从人间选出来的 每一个大祭司都是从人间选出来的 他必须是一个人 这样他就能够温和地来对待那些无知和迷失的人 这样他才可以温和地对待那些无知迷失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 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 你觉得奇怪吗 神要显示他自己的拯救 神要显示他自己的拯救 是需要下一面镜子来回应我们的软弱 好像一块镜这样回应我们的软弱 基督在世的时候 基督在世的时候 曾经流泪大声的祷告 恳求那位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神 曾经流泪大声讨告 恳求那位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神 你觉得奇怪吗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可是他曾经也流泪大声祷告 恳求那位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神 你觉不觉的奇怪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但曾经他都要流泪大声讨告 他到这个世界以鹰孩的形象来诞生 他来这个世界以鹰孩的形象诞生 他以一个包着布握在马槽里 这样来登上人生的舞台 因为他要显示给我们看见 他也是曾经流泪大声祷告 恳求那位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神的主 因为他要显示给我们知道 他也是曾经流泪大声祷告 恳求那位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主 他虽然是儿子 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 学会了顺从 他虽然是儿子 但是都真的因着所受的苦难 而回应是好像一面镜子来 给我们在镜子里面 看到我们自己的形象 是回应 让我们可以在镜子里面 看见我们自己的形象 我们看到人软弱的时候 我们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 甚至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小孩软弱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孩子软弱的时候 一般有两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 这个母亲的回应 第一个母亲的回应 母亲看到小孩跌倒 碰伤了 她会用小孩的声音 来回应小孩的痛苦跟软弱 这样来呵护她 母亲见到孩子跌倒的时候 她会用孩子的声音 去回应她 去呵护她 你不需要学的 你不需要学的 一般来说 这是一个自然的回应 一般来说 这个很自然的回应 你看到一个小孩 小孩跌倒了碰伤了 你的反应是变成一个小孩 回应她的软弱 用她的声音来安慰她 你见到一个孩子跌倒了 那你就很自然会用孩子的声音 去回应她的软弱 去呵护她 这个是人自然的回应 这个是人很自然的回应 可是呢 但是 因为有一些人看到这些情况 小孩子跌倒了之后 受伤痛苦的时候 他会说 勇敢一点 站起来 不许哭 也有些人呢 就用另一个方法 他见到孩子跌倒 他就说 勇敢点 站起来 不准哭 我刚从中国回来 我刚从中国回来 我看到 无数在中国 特别是北方的父亲 对小孩子 完全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的 我在中国见到 很多特别是北方的父亲 对孩子就是这样的态度 他从来没有 向一面静止 回应小孩的软弱跟痛苦 他从来不会 好像镜子 这样回应孩子的痛苦 他说 这样才是能够表现 父亲是严格的 母亲是慈爱的 他说这样才可以表现出 父亲是严格的 母亲是慈爱的 所以他看到 人软弱的时候 他是批评 但是他见到人软弱的时候 他就会批评 他是要求 他是要要求 他是说 你要勇敢一点 站起来 你不许哭 你要勇敢地站起来 不让哭 这个可能跟我们脑子 男女的脑子的连接 是不一样的 可能是因为 我们男女的 老的联络不一样 很可能 这个是网络的问题 这个是网络的问题 可能 为什么一般的女人 也不是所有的女人 不过一般的女人 她看到小孩软弱的时候 她会用一个回应的态度 来反映这个小孩的软弱 一般的女人 但是不是所有的 但她一般都会用这个镜子 这样回应她的软弱 也不一定是所有的男人 都是要求你站起来 不许哭 这种的严厉 不是所有男人 都是叫你勇敢地站起来 不让哭 都不是那么严厉的 你要知道 没有回应 小孩没有这种的回应 如果没有这样的回应 没有受过呵护的这种小孩 没有受过呵护的这种小孩 她的感情的网络 连接不好的 她的感情的网络连接得不好 我给你看 我们看一下 上面的图是男人的大脑的连接 上面的图是男人的大脑网络连接 你看他的连接是前后的 她的连接是前后的 女人的连接是横的 左右的 女人的连接是打横的 左右的 这就显示男人想事情是一条线的 这就显示男人想事情是一条线的 你也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缘故 男人的情伤一般比较低 这个缘故男人的情伤比较低 这个可能因为他的基因不知很好 他的条件不够 因为他的基因不好 条件差 这个事实 本来神造人的时候 他已经造好了亚当了 后来他想一想说 造得不是很好 另外造一个女人是一个排两板 可能神造了亚当的时候觉得不是那么好 所以就造了亚当的时候改良了 所以你看男人的Y chromosome 这个很小 所以男人的chromosome比较小 Y的染色很小 那些Y的染色体很小 女人的两个X很大 女人的两个X很大 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面对的 男人的基因是不够的 这个确实是事实男人的基因不够 所以女人想事情是左右一起想的 所以女人很厉害 左右一起想 在女人来讲 没有所谓理性还是感情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是分为一谈的 女人没有分感性和理性混在一起想 无论怎么样 这个是一百多个六岁的孤儿院长大的小孩 这个是一百多个在孤儿院长大六岁的小孩子 跟正常六岁的小孩大脑的一个比较 跟正常六岁小孩的一个大脑比较 上面这个图 上面那个图 这个是感情的网络 上面那个是感情的网络 这个是前脑 这个是前面 我们不讨论大脑科学了 这个是网络的连接 你看 这个网络连接 这个小孩六岁正常长大 在母爱的里面 父爱的里面长大的小孩 他网络的连接是很丰厚的 正常在母爱父爱中长大的网络很丰富 相对来说一百多个 在孤儿院里面长大的小孩 相对来说一百多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 他们没有父母的这种回应 他没有父母的回应 所以他们大脑感情的连接 非常的薄弱 非常的脆弱 他的大脑网络连接很脆弱 这个是很明显的例子 一百多个小孩 这个是很明显的例子 我们知道人是需要母爱的回应的 我们知道人是需要母爱的回应 在教会里面 我盼望 我们更多的能够来回应彼此的软弱 我们可以更多的回应彼此的软弱 神用婴儿来进入这个世界 神用婴儿的形式进入世界 登上人生的舞台 登上人生舞台 不是因为剧本写错 而是因为他要回应我们的软弱 因为他要回应我们的软弱 他要我们知道 我们的救主是一个能够回应我们 接受我们软弱的一个救主 他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是可以回应 可以接受我们软弱的救主 他对我们不是批评跟责备的救主 他对我们不是批评不是责备的救主 他对我们不是无助讲不清楚 不断地要求的救主 他不是不断地要求我们的救主 他是一个回应我们软弱的救主 他是一个回应我们软弱的救主 神用婴儿来进入这个世界 神用婴儿来进入这个世界 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他以婴孩这样的姿态来进入我们的人生 他以婴孩的姿态进入人生 然后在人生上走了三十几年 在人生上面走了三十几年 最后上了十字架 最后上了十字架 他用这样的一个人生来告诉我们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他用这样一个人生告诉我们 他也告诉我们说 人生充满了苦难 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 他告诉我们 人生充满苦难的意义在哪里 尽管这些苦难没有什么很好的解释 尽管很多苦难没有很好的解释 我们也找不到这种苦难的答案 我们也找不到苦难的答案 可是我们可以相信说这些苦难的背后 有一个意义 我们尽管头脑上找不到答案 但是我们感情上知道 耶稣背着我们的苦难 跟我们一起走过 我们即使头脑上找不到答案 但是我们感情上知道 耶稣是背着我们的苦难 陪我们走过 我知道一般对人生的意义 有三个看法 第一个是传统的人生观跟价值观 第一个是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 第二个是人生的意义 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第二个是人生的意义 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第一个人生观 大概在人类历史的里面 有几千年的传统 第一个人生观 在人类历史有几千年的传统 到今天在我们中国 可能还是主流的传统的想法 在今天在中国 都还是主流的想法 人生的意义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这个想法是过去一百年的想法 人生的意义是自己创造出来 是过去一百多年的出来的 这些想法是西方 主要是西方的想法 这最主要是西方的想法 第三个当然就是 耶稣基督福音带给我们的答案 第三个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带给我们的答案 我简单来说 这三个想法 大概可以概括了 所有人类的里面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的 这种的想法 这三个想法 大概可以概括了 八十五以上人的想法 如果我问你 如果我问你 还是有人来问你说 你对人生的意义跟目的 为什么你要活下去 这个看法 你有什么想法呢 如果人问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你要活下去 你会怎么回答呢 一般呢 你要不就是传统的想法 因为你就会传统的想法 一般呢就是 你自己是 要靠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想法 因为你就说 要靠自己去创造出来 一般你就说 第三就是说 是神给我的这个答案 另外就会说 是神给我的答案 好 传统的人生观 传统的人生观 中国的人生观是 智人勇信 礼仪廉耻 忠孝地 这个我想呢 这八个字呢 包括了 八个字吗 九个字 十一个字 对不起 怎么我自己这个 我受学从小就不好 请大家原谅 所以这十一个字 就包括了 所有我们中国传统的里面 的想法 是屏幕上的十一个字 包括了中国传统人生的想法 这个传统的想法呢 你问他说 为什么需要这样 这个传统的想法 为什么要这样 他没有解释的 他就说 这个是人生的定理 他没有解释 这个人生的定理 本来就是这样的 本身就是这样 这个想法呢 已经是落伍的了 这个想法已经有点落伍 很难被现代 后现代的人来接受 很难被现代 和后现代的人接受 过去六十几年 一百年 一般呢 是用自己创造意义的人生观 来取代 这种传统的人生观 过去六十几年 一般是用自己创造意义 和人生来取代 你可以说这个想法 非常的大胆 无畏跟自由 这个想法非常大胆 无畏自由 你可以说呢 这个主流的西方的思想 是现在是用这样的想法 来主导的 这个主流的西方的思想 是主流的 我给你看一看胡锡的想法 我们想一下胡锡的想法 有人问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1954年 可能是1934年 我不知道是哪个年份 因为这个文章里面 并没有写他 哪一年是想给这个答案的 当年有一个年轻人 写信问胡锡说 人生有什么意义 当年有一个年轻人问胡锡 人生有何意义 胡锡怎么讲呢 胡锡怎么讲呢 这个灯在中国文化的反思的里面 你到这个中国大陆的书店里面 你就买得到这样的书的了 在这个中国文化的反思 在大陆书店可以买到 有灯这个 我去中国 对旅游没有很大的兴趣 我最大的兴趣就是 去这个书店里面找中文书 我去中国旅游没什么兴趣 最大兴趣就是去书店买书 好 胡锡的答案是什么 胡锡的答案是什么 他说其实这个问题是容易解答的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 人生的意义全是个人自己寻出来 造出来的 人生的意义全是个人自己寻出来 做出来 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 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 有什么意义呢 他人生本来没有什么客观的意义 人本身没有什么客观意义 一个人一只猫一条狗 有什么分别 一个人一只猫一只狗有什么分别 他讲得很清楚 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下面说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为生 何以有生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为生 而在于自己怎么样生活 在于自己整样生活 所以他对这个青年人的答案是说 人生的意义是你自己去创造出来的 人生的意义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那我不知道胡锡斯自己想出这个答案 我不知道胡锡斯自己想出来的答案 还是他在西方受了教育之后找到这个答案 我估计他这个答案是1954年 因为我认为他这个答案是学别人的 我估计他的答案是1954年说的 因为他是学人的 很可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有可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如果是1934年的话 那明显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如果是1934年 明显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1945年的时候 因为在1945年的时候 法国有个哲学教叫沙特 法国有个哲学家叫沙特 他有个很有名的讲座 他有个很有名的讲座 如果你读西方哲学历史的话 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如果你读西方哲学历史 他在巴黎一个咖啡店里面 讲了这篇的讲座 他在巴黎一个咖啡店里讲这个讲座 这篇讲座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叫存在主义与人本主义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叫做存在主义与人本主义 在我知道他本来的讲题是 存在主义是人本主义 他本身的讲题是 存在主义是人本主义 不过不论怎么样 他什么讲法呢 他怎么样说呢 这个讲座里面 基本的意思 我把它简单的摘录下来 他的基本的讲法就再录在这里 他说我的存在 就是每时每刻为自己做决定 我的存在就是每时每刻为自己做决定 这是我的翻译 这是我的翻译 英文的翻译在上面 英文的翻译在那里 法文我不懂 好 那么他说人不是被神用的工具 他非常反对神的 他很反对神 人不是被神用的工具 他很反对神 他说人不是被神用的工具 我们必须要自己找到自己 我们必须自己找到自己 他说我就是我的决定 我就是我的决定 我就等于我的决定 我就等于我自己的决定 我无法不做决定的 我无法不做决定 我不做决定的时候 其实也是已经是做决定了 我不做决定的时候 其实已经做了决定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他说你是自由的 你是自由的 所以必须做选择 所以你必须做选择 为你自己开创一条出路 为自己开创一条出路 他在这个讲座里面 提到一个法国青年人 他在讲座里面提到一个法国青年人 来问他 来问他 他说我应该去参加 法国的自由反抗 这个德国纳粹党的活动呢 我应不应该参加法国自由 反抗纳粹党的活动呢 还是我应该留在家里 孝顺我的母亲 还是我留在家里孝顺父母 沙特没有答案 沙特没有答案 他说你是自由的 他说你是自由的 所以你必须选择 所以你必须选择 你必须为自己开创一条出路 你要为自己开创一条出路 这是存在主义的想法 这个是存在主义的想法 我看了胡锡的答案 我看了胡锡的答案 我认为他是照沙特的答案的 我认为他是超沙特的答案 胡锡现在已经死掉了 虽然我们是同学 他是我的同学 不过他已经死掉了 所以我没办法问他 胡锡已经死了了 虽然长老和他是同学 不过他没有办法就问他了 所以我估计 他大概是看了沙特的想法之后 做这个回应的 我估计他是看了沙特的讲座之后 做这个回应的 也可能不是 有可能不是 可能是他自己想出来 比沙特早了十几年想出来的 他有可能比沙特早了十几年想出来的 无论是如何 无论如何 我们真的是可以接受自由选择吗 我们真的可以接受这个自由选择吗 沙特讲完了这个讲座之后 沙特讲完这个讲座之后 人问他 人家问他 希特勒的自我决定 你可以接受而且肯定吗 希特勒的自我决定 你可以接受和肯定吗 1945年是这个 这个法国从这个 希特勒的统治之下 跑出来的一年 1945年是法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 跑出来的一年 一个青年人听了他这样讲之后 问他说 希特勒也是自我决定 他这个自我决定 你能够肯定而且接受吗 一个青年人就问他 希特勒都是自己去决定 你可不可以肯定他的决定呢 查特避开这个问题 查特避开这个问题 他以后这几十年的里面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以后几十年他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每年世界上面有八十万人自杀 每年世上有八十万人自杀 四十万的自杀个案是中国人 这些都是自由选择 这些都是自由选择 如果你问胡思 如果你问胡思 一个人去选择自杀 你能够肯定跟接受吗 如果一个人选择自杀 你可以肯定和接受吗 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很无聊的一个问题 不要觉得这个是很无聊的问题 我几十年前刚出来做精神科医生的时候 我几十年前刚出来做精神科医生的时候 我看一个青年人 大概二十几岁跟我差不多年纪的 当年跟我差不多年纪 他是一个喝酒 喝的已经是伤害了 二十几岁他就已经肝烂掉了 他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 跟我当时行医的时候 都是二十几岁 但他喝酒 喝到他的肝都已经坏了 我跟他讲说 你这样下去 可能你以后肝就硬化 然后你会很痛苦的去世 以后你这样继续喝下去 肝会硬化 真的很痛苦死去 我做外科手术的时候 我做外科手术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肝硬化的人 这个流血 真是无孔出血 我看到那些肝硬化的人 他们真是五孔流血 不能停止 不可以停止 这样痛苦的死去 我跟他这样讲 我跟他这样讲 他说生命是我的 他说生命是我的 这条命是我的 这是我的选择 这是我的选择 我要选择喝酒 你没有理由告诉我 我不能做这个选择 我要选择去喝酒 你没有理由告诉我 不可以 我听了说我没有回答 我听了没有回答 我觉得我不能 我不能 我当时已经知道沙特的想法 我不能跟他辩论 我当时已经知道沙特的想法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辩论 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就在这里 没有客观的标准 选择有意义吗 没有客观的标准 选择有没有意义 胡锡跟这些人在讨论的时候 我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 胡锡跟这些人讨论的时候 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 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 自己创造意义的说法 到了今天 自己创造意义的想法到现在 二零一五年 到二零一五年 如果你这样说出来的话 可能自己都要脸红 这样说出来 可能有点面红了会 你知道吗 达赖拉玛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达赖拉玛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所以我相信他明白这一点 我相信他明白这一点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在二零一四年去年的时候 在二零一四年去年 达赖拉玛在Princeton大学演讲 达赖拉玛在Princeton大学演讲 有四千多个学生跟教授去听他这个演讲 有四千多个学生教授去听他的演讲 讲完之后有个学生问他 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和快乐呢 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和快乐呢 如果达赖拉玛是早几十年存在主义很流行的时候 他的答案就是说 你自己找出来的 如果是存在主义流行的时候 达赖拉玛可能会说 我佩服他的就是他没有这样答的 我佩服他他没有这样答的 他怎么回答呢 他怎么回答呢 他想了一会 他想了一会 他想了大概两三分钟 他想了两三分钟 大家在听他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听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怎么回答呢 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money 他说钱 sex 性 你觉得惊讶吗 你觉不觉得好惊讶 然后他就仰头大笑 之后他就大笑 没有再回答 没有再回答了 于是说呢 他是半开玩笑地跟人讲说 人生的意义和快乐 是从money跟sex里面找到的 他半开玩笑地跟人家说 人生的意义在钱和性里面可以找到 全场的学生啊 二难啊 全场的学生都很恶言 这个记载在New York Times 12月2号 我在12月2号的时候 看到New York Times里面 有一篇很好的文章 写的The Last Dalai Lama 这个Dalai Lama是最后一个Dalai Lama 在纽约时报12月2号2015年 讲最后一个Dalai Lama的文章 没有人再问他说 那这个轮回怎么解决 没有人再问他 这个轮回怎么解决 他说我是最后一个了 以后没有了 他说我是最后一个 以后没有了 好 你看哈 达拉拉玛没有答案 你看达拉拉玛都没有答案 我告诉你啊 没有客观的标准 自由选择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摸下观的标准 自由选择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传统的答案没有意义 自由选择又没有意义 那我们去哪里找人生的答案呢 如果传统的价值观没有意义 自由选择又没有意义 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匆匆呢 他说去的尽管去来的尽管来 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 你说人是要来的不能避免 人是要走的也不能避免 为什么人来去之间呢 人生是怎么来去空空呢 他就说要走的要走 要来的要来 没有办法避免 为什么要这么匆匆呢 他当时只有三十岁 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 他讲他自己 过了八千多天的人生 他讲到他自己过了八千多天的人生 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 我留下了些什么痕迹 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 转眼间也这样赤裸裸地回去吧 我赤裸裸来到这个世上 转眼间也赤裸裸地回回去 但不能平的 你看下面继续 但不能平的 为什么偏要白白地走这一招呢 但不能平的 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招呢 朱志清后来怎么死了 朱志清后来怎么死 有两个说法 有两个说法 照马泽东的说法 是说他是饿死的 因为他不接受美国 给他的救济 他不要 他说美国人的东西我不要 饿死 他不要接受美国人的救济 所以饿死了 所以五十岁的时候呢 他拒绝接受美国的救济 饿死在北京 在1948年五十岁 朱志清饿死在北京 你想没有客观的标准 没有客观标准 朱志清的想法应该是对的 朱志清的想法应该是对的 选择的意义在哪里呢 选择的意义在哪里呢 牧羊人的宣告 牧羊人的宣告 有个回应的 有个回应 众天使离开他们去了 那些牧羊人彼此说 我们往玻璃行去 看看主所指示 我们已经成就的事 他们急忙就去了 当年啊 天使说这个福音是关乎万民的 听到福音的人 听到福音的人 听到福音的人不少 好像呢 只有天 只有这些牧羊人 是有一个正面的回应的 好像只有牧羊人 有正面的回应 他们起来就去看了 去找 找到了 找到这个包着布 握在马槽里的婴孩 找到这个包着布 握在马槽里的婴孩 他们就很高兴 他们很高兴 尽管他们还是回去做牧羊人 尽管他们都是回去做牧羊人 尽管他们的人生 还是非常客观的条件上 讲说非常的痛苦 尽管他们学观条件上的人生 都还是很痛苦 但是他们的内心被改变了 但他内心被改变 因为在这个痛苦的人生里面 他找到了答案 在这个痛苦的人生当中 他找到答案 祭司 文事 学者 听了 知道了 但是不接受 不相信 祭司 文事 学者 听了却不相信 希律王 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听见了 却是惧怕 希律王 听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听了 但是 却惧怕 懷疑 这样的回应 你是哪一个回应 这样的回应 你会选哪样回应 你看看 希律王执胜的时候 耶稣圣在犹大的伯利行 那时有几个兼新家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对于 问这个 希律王说 那生下来要做犹大王的 犹太 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 我们看见他的心出现 特地来朝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 心里就不安了 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 他们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老 经学家问他们 基督应该生在哪里 这些经学家回答说 在犹太的伯利行 因为有先知 在圣经上这样写说 犹太帝的伯利行 你在犹太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 必有一位领袖 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 你看 他们知道的 他们知道这个答案的 但是 他们不接受这个答案 你要选择接受这个好消息吗 为什么是一个好消息呢 因为接受耶稣基督 你可以建立与神的心的一个关系 回到神的家中 因为接受耶稣基督 可以建立和神一个新的关系 回到神的家中 这就是福音了 你看到了耶稣基督回应你的软弱 你看到耶稣基督回应你的软弱 你看到他在世界上面三十几年走过人生的路 走出了一条路来 你就知道这条路是可以带你回到神的家里的 你看到他在世上走了那三十几年 他走出这条路可以带你回到神的家中 如此 与他 与他人 与自己 跟世界上这个环境 你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尽管你旁边的人没有改变 你自己也没有什么改变 你的环境也没有什么改变 环境没有改变 牧羊人还是在野地里面牧羊 牧羊人还在野地牧羊 他们旁边的人也是牧羊人 他旁边的人还是牧羊人 在寒冷的冬天的晚上 他们还是在野外来看守这个羊 在寒冷冬天的晚上都是野外看羊 他们的处境没有改变 他们处境没有改变 可是他们有一个新的关系 但他有一个新的关系 可是他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他有一个新的生命 开始了一条人生又新又活的路 这就是天使宣告的好消息了 这个就是天使宣告的好消息 不完全是你自己去创立出来的 不完全是自己去创立出来的 也不完全是传统上面告诉你的 也不是传统上面告诉你的 可是这个福音肯定了这两点 而且给你一个新的开始 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来读几段的经文 你们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看啊 我站在你心门外扣门 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起吃宴席 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 到我这里来 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圣命 如果不是接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 这就是耶稣的福音了 这个就是耶稣的福音 有个中国很有名的人叫林雨堂 有个中国很有名的人叫林雨堂 他写了一本书 他写了一本书 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很可惜耶 这本书的英文的原版 已经找不到了 很可惜这个英文原版 找不到了 我请这个吴德惠到台湾去找一本 他说找不到 我要一个朋友去台湾找 不过找不到 他打电话到台北的林雨堂 林雨堂的这个纪念馆去 林雨堂纪念馆的人告诉他说 这本书已经没有了 找不到了 他甚至打去林雨堂纪念馆去 找这本书都找不到 中文翻译里叫信仰之旅 中文翻译叫信仰之旅 我是听这个王熙中讲 有一次讲座的时候提到这本书 我是听王熙中的讲座讲到这本书 王熙中 王熙中 王熙中讲座里面讲到这本书 王熙中的讲座讲到这本书 我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但是找不到 他说加到什么都有就找不到 结果呢 居然呢 我在书架上面找到一本这样的书 他居然在书架上找到这本书 这本书叫信仰之旅 叫做信仰之旅 他父亲是厦门一个教会的改革中的牧师 非常严格的改革中的牧师 他父亲是厦门一个很严格的改革中牧师 他从小呢就在他父亲的教会里面讲到 他从小在父亲教会里面讲到 到清华大学去张教授的时候呢 他还带一个祖儿学 他在清华大学做教授时还带祖儿学 可是他后来就放弃信仰了 但是后来他放弃了信仰 他看了很多中国的祖儿 我觉得他的学问真是真大 真深更大 他对中文的这个中国的这种经典的书籍 跟西方的经典的书籍完全都通的 他中西的经典书籍都很通道 结果呢他放弃这个基督教信仰 他觉得呢这个是无聊的事情 他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 觉得很无聊 学贯中西 他学贯中西 他自己为自己写了一对对联说 两角他东西文化一星评宇宙文章 他为自己写了一个对联 两角塔东西文化一星评宇宙文章 后来几十年之后 他走过了孔子的唐诗道山的高峰 佛学的佛教的迷雾跟欧洲的哲学 他走过孔子的唐室 你看他写这本书里面 他影的经典是很多很多的 他写这本书引了很多的经典 他不像这个胡锡 胡锡对这个 中国的这个 经典的文字 他也知道 但是他好像有一种轻视的 他不像这个 胡锡 胡锡 他不像胡锡 他对中国的文化和文字 好像有点轻视 林语堂对中国的文章 西方的文学非常尊敬 林语堂对中西的文学都很尊敬 可是最后他发现耶稣基督的福音 还是最可以解答人生的为什么 最后他却发现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最能解答人生的意义 他觉得基督耶稣的福音 就好像太阳起来 太阳已经升起来 你可以把蜡烛来吹熄了 他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好像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可以吹熄个蜡烛了 他把所有中西的这种哲学的文化 看成是蜡烛 把耶稣看成是太阳 他将这个中西的文化经典 看着是蜡烛 而将基督看着是太阳 如果你能够找到这本书 我建议你看一下 如果你找到这本书 我建议你读 我们如何来回应呢 我们今天怎么回应 天使的宣告今天还是有效的 天使的宣告到今天都还是有效的 不是当年的宣告 只是当年的事 今天他还是在这里宣告 基督的福音 就好像我们诗班唱诗的宣告一样 他不是当年的宣告 人生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定和肯定 所以需要选择 为什么需要选择 因为没有肯定你需要选择 所以需要选择 因为没有肯定需要选择 不选择也是选择 不选择也是选择 我也没有办法说服你 我没有办法 可以完全把你的问题来解决 我没有办法 将你的问题完全解决 可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宣告神对你的爱 对你的了解跟接纳 耶稣基督的福音 宣告神对你的爱 对你的了解和接纳 给你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给你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一条有意义有盼望的回家之路 一条有意义有盼望的回家之路 你的回应跟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你的回应和你的选择是什么呢